字幕君君 大家好,我是伊凡叔叔 這影片是大家看完鬼滅之刃劇場版的當下的想法 我還有詢問一些簡單的問題 有興趣的就一起來了解吧 作畫方面非常厲害 就是我感覺像在看第一季的FET 中間的一段劇情我一直憋一直憋 就想說我不要哭了,我想一下喔 結果後面說 哇 天啊 這有點錯了我的心了 然後 天啊 好感動 然後就最後再哭出來 這個社會上面有一些就是犯罪的人 他可能做完這件事情 他就立刻離開淘寶 那就代表他其實真的就已經輸了 你公平正大了 做完這件事情 但是你犧牲了自己 幫你也幫助到別人 也保護到別人 我覺得 你已經沒有遺憾了吧 我希望每個Youtuber 或者是每個銀床作者 都需要有這種東西 然後堅持下去一直做 對 不管你是平民反性 你是一個平凡人 但是 我希望你們的每個內心都隔離不平凡 幽浮色的作畫跟特效那些就不用說 一定 基本上都是水準之上的 最感人的一段就是在 炭治郎從夢中醒過來的那邊 就是才要懂得去捨棄掉過去的那些情感 然後繼續往前走 那那個地方我是看得蠻九型的 還有最後面那個 上拳淘寶的時候他 內心的吶喊跟嘶吼 也是讓我看得非常感動 炎柱也就是 從頭到尾就表現出一個 身為一個長輩 身為一個前輩 該對後輩表現的態度 他就是非常看中自己的後輩 那個往前走的樣子 那我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條生命 從頭到尾就遇到最後 煉獄大哥吃便當那邊 跟 李之柱 頭太圖去那邊有很明顯的就 把角色刻畫做好 炭治郎對決夢魘那邊 在夢中快速而自殺 也能展現出炭治郎他的決心跟毅力 然後最後一窩座對決 煉獄那邊 也能展現出 煉獄大哥他保護大家的決心 所以整體的人物刻畫是非常棒的 雖然就到劇情 但還是哭得出來 非常感人 不管是作畫的呈現 還是動畫的流暢度之類的 還有那些特效等等 都是確實能加深那個代入感的 結果還是小哭了一下 敢想做一句話 嗯 術士展開 炭治大哥死的真的蠻可惜的 不過我覺得這次UFO UFO射出的這部電影 在以窩座的那個術士展開 然後呢還有 戰役他的那個雷汁呼吸 還有最前面 最前面他跑出來的 火水 鹽 風 反正那五個然後呢 呼吸 跑出來的時候那個聲音 音效我覺得真的是有觸動到我 看到這些畫面我就覺得 不虛此行 來看這一次 然後呢真的很謝謝就是 漁豐叔叔有 有讓我們然後來參加 這一次的那個包場 電影包場活動 對 真的很謝謝他 就是我覺得蝴蝶人那段很好 就是有一段他在睡覺那段 然後 他是在三小時十九分 三十四秒點四的時候出現 他跟那個香奈夫一起 對然後有很多鬼這樣子 的那一段 那一段超強超好看 好 講正經的 這部動畫劇情 我覺得沒有合我胃口啦 但是作話很好 劇情是鬼滅的弱點啦 但是我還滿期待第二季的 我不是鬼滅之刃的粉絲 但是我從頭笑到尾這樣子 我從那個基因社 那螢幕出來 我就整個笑 我就整個在憋笑 然後再笑到最後面這樣 我覺得這部真的是比那個 碧蘭之海還要好笑 大概好幾百倍這樣子 為什麼 我這樣講會不會公幹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真的反派那邊 他今天講說 他的那個 他他變火車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太執招 我靠 真的他2020的反派了 就還會把他的那個計畫給講出來 所以真的很不OK 他不配當那個 下旋一 一個字 蘭 蘭 嚴柱從頭到尾 我沒有感覺到他有 很悲傷的感情 我覺得他內心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一個power的一個人 台灣很多很多人很多人都非常需要這個精神 你已經快死掉了 可是你還是要你還是要抱著 你可以繼續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事情完成的一個 武士道嘛 一個 那次武士道的感覺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就是感人的地方 就是一隻豬那邊 就講說 就是 人死了就是回歸城途那邊 是最感人的 尤其是如果有 親人 過世之類的就更能感受到那個 我覺得就是看劇啦 他為了要解 做術的時候 他為了要不斷從夢境中醒來 就一直砍自己的脖子 一直砍自己的脖子 到時候也差點在現實中砍得自己的脖子 探險隊 探險隊 結果是搞笑面到那邊 豬土呼吸的那個探險隊 那個我真的快被笑死了 而且還有那個後面 那個善意 善意那個空間 他的那個內心是黑的那個 那個我覺得看到他然後就說 為什麼是你 而不是那個 迷豆子 吸氣我然後讓我很想要大秀 只是我沒有秀 怕他做什麼然後影響到大家 這樣嗎 不會啦 大家都自己來 善意的電音那一段蠻屌的 一窩座的BGM很屌 我喜歡 一窩座跟那個炎柱打的那一段就是 算是這一部的精華啦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善意他內心的那個世界吧 這個都是黑色的 感覺很孤單 對其他的內心的世界有什麼想法 一個就是野孩子 是誰我就不用講了 然後另一個整個都在燒 就感覺有點淒涼 一個要嘛就是搞笑 一個要嘛就是染的部分 那搞笑的是哪一段 應該是跟大家一樣都是那個 洞穴那一個 那個整個 咦 一個驚奇的起來 然後另一個就是 善意的內心的那個黑畫面 對這兩個特別的印象 我們的大哥 他 怎麼可憐被殺 幹這樣 真的看了有點想哭啊 不過之前已經被G2過了 已經有打一個預防針 所以沒真的哭出來 作品當中啊 你最喜歡哪一位角色 你最欣賞誰 不一定要focus在劇場的嗎 嗯 上選幾啊 上選二吧 就拿扇子的那一個 沒有 他 他過去的那個人生 我真的蠻喜歡的 那一個是也是 少數會比較喜歡鬼的一個人吧 我說我啦 蝴蝶人 蝴蝶人 為什麼 我活 我活就這樣 好 可以可以 應該還是炭次郎吧 我覺得這部片的核心 就是還是有講到炭次郎 他內心然後呢 有多麼的堅強 就是包括他內心世界 然後呢 像那個天空一樣 然後呢 平靜 那麼有一個平靜 然後呢 可以容納 所有人的悲傷啊 喜怒哀樂 他都能夠接納 我覺得 這個地方然後他展現很好 就是 女裝無產 嗯 就是 290.755 讚 那隻野豬吧 對 一隻豬 為什麼 是 在這麼多的殺戮之中 只有他還保持著這麼野的樣子 沒有說變得比較文明一點 雖然他也會哭 然後之後跟同伴之間的擊敗也是有 只是 我還是覺得他一直在狀況外 他在演他的 別人在講他的 對 對 就 應該還是算一句吧 嗯 因為 拔刀數就是算 另一個主要是因為他 比較貼近說 現實一些人的 可能會有的反應 那你會 念善意的招式的名稱嗎 不會 來 我教你 來 道總 一零一閃一字請 是啊 神哪里の呼吸 神哪里呼吸 一零咖啡 一零咖啡 忍omatic 忍omatic ikk pec 哦不行啦太爽了 忍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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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神哪里呼吸 一零咖啡 忍omatic 忍 fotograf 那一隻 出土猛物 非常的可愛 嗎 那感謝今天的保產活動 就在這裡 告一個段落了 然後我當下真的太緊張了 就是忘記就是 最終的時候 在影廳跟大家喝個澡 結果 還蠻可惜 其實沒想說在影劇裡面拍一張照就可以當一個瘋狂眼 沒關係 到時候還會有一個就是大家全體的 有留下的照片 那至於我自己的感想呢 頻道會有一個我自己的鬼滅的心得的分享 那這部影片就是會剪大家自己當下的想法 比較真實一點 那就是這樣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個訂閱訂閱旁邊的鈴鐺 可以追蹤最新的影片動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